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 欢欣常人 相册只有这一本吗 地下资料室还有一本 不过 那里只能是皇室的人才可以进出 用守卫摆守着 这点小问题难不到本主角 公主 你继续在这里找线索 相册的是 有我一个人去解决就好了 这是进入资料室的许可证 如果用守卫阻挡你 你抽拾一下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你们看 他应该是灰心王子的贴身保姆 我们可以通过他 找到证明大大怪是王子的证据 可是 我们并没有这个保姆的资料啊 看来只能采取大大怪叔叔的方案了 大大怪叔叔怎么还没来 进我连夜勘察 我终于找到了一条躲开守卫 直接到达资料室的路线 我得把这张指引图纸交给开心超人 怪兽怎么会在这 不能被他们发泄我 吓了我一跳啊 我潜入了北宫殿接近公主 打听到花星超人去资料室拿皇室的相册 对 不能让花星拿到皇室相册 这样对心盈很不利 那我们只能除掉花星超人了 要赶快告诉超人他们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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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怪叔叔 你没事吧 没事 只是中途遇到一带 小小的插曲而已 这个是到达资料室的 捷径路线 有了它 你们就可以顺利地躲过守卫 到达资料室找线索了 大家不用担心 路线都在我的脑子里 我可以现场画出来 东宫殿出来往南直走 三百二十七米 拐左发四后 再拐右四次 进入长廊口旋转跳三圈 前进二十五步 后退七步 连滚四次 抱住头 深呼吸五次 然后你们就到达资料室 查找伯母的资料 根本就是你胡乱画的吧 让我来讲话一下就好了 看懂了 我们从通风管道进入 然后避过守卫把守的位置 偷偷进入资料室 对了 怪兽潜入北宫殿 而且要对付花心超人 他们为什么要对付花心超人呢 他们知道了花心超人 要到资料室寻找线索 所以打算阻止花心超人 我们先救花心超人 然后再到资料室找保姆资料吧 好 站住 什么人 花心超人 我们又见面了 来尝尝我的新招吧 还没适应这双花满线 我 小子不赖嘛 居然打败了大头怪 少废话 接招 走 救我 放了他 放开他 没那么容易 花心超人 你中劲了 是花心超人的声音 花心超人中了怪兽的埋伏 雀星超人 是这边 多管闲事的超人 铁头弓 紧独爪 闲事套跑 开心铁拳 出现飞弹 出现飞弹 陷阱开关 开心回礼标 你去救花心超人 这里交给我和出现超人吧 嗯 嗯 这陷阱好熟悉啊 惯性仇人 你没事吧 压倒我了 我刚才准备上去 你就撞下来 我来帮你 不 惯性仇人 惯性仇人 开心仇人 你飞太快了 太好了 你醒啦 怪兽 不用担心 这里就是资料室 这本也被剪掉了 这个难道是国王的兄弟姐妹 出来了 这里介绍 这个保姆一直是皇室的御用保姆 照顾完小小玉公主后 就退休回老家养老了 这里也有他老家的地址 那我们赶紧去找保姆 也许他又能证明大大怪 是王子的证据 哦